那陶老师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比较关心 那就是我们在练习书法的时候 应该是用简化字 还是用繁体字呢 谢谢 这个因为我在书法这个教学和 这个这些年的过程中呢 跟好多海外的两岸三地的朋友 都有接触 对这个简化字和繁体字的这种争论呢 是很多的 我有以后呢可以专门来讲这件事情 但是总的原则是这样一个 我希望我这个观点能够说得清楚 就是说关于简化字和繁体字呢 一定要去政治化 因为我们现在海外有一些人 不管他有什么目的吧 包括台湾有一些人呢 写过一些文章 对简化字批驳的是体无完复 这个说法是不公平的 因为简化字呢 是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周恩来总理亲自抓一批老先生在设计简化字 第一二三期的简化字 他跟这个党派没有关系 简化字的这些专家全是民国留下的老先生 而且简化字呢 你要现在去了解 通过我讲甲骨文刚才 你要真正了解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这些简化字早都存在了 古人就这么写了 古人在行书草书 甲骨文里头经常在写这种简化字 有很多甲骨文和传书的就是简化字 后来出现的样式是他繁化了 再把它捡回去 所以这是一个要说明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简化字对中国扫盲功不可没 自从1950年代中国出现的这个简化字以后呢 中国的文盲率几十年代大幅度降低 他就好学了容易学了 大家知道一个民族的文盲率如果高的话 这个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肯定过中国扫盲 这个是是一个正能量的进步的东西 那么第三条要说什么呢 要说文化大革命后期出来一些 最后那一批简化字最后被废止了 因为那些简化字走到极端了 比如买菜的菜是草头下来个才能的财 展览的展示 他们形容叫做横尸遍地 就是尸体的尸底下加一横 这个简化字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给它废止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简化字 事实上是50年代那些老专家们确立的 所以简化字是功不可没的 最后一句话要说什么呢 要说日常使用微信发来发去啊 抄写笔记建议用简化字 又好学又好写 学习书法一定要完整的学会繁体字 这种艺术表达形式 而且学会繁体字 学会古文加强国学的基础 一定要学好 所以这两点都很重要 我觉得我的这个理解 给有些朋友讲了 他们比较认可 就是比较客观 我再强调一点 就是要去政治化 有些人把简化字 繁体字之争 变成一些政治化的命题了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是 是有些人可能别有用心 有些人就跟上说 但是这个不准确不公勇 简化字对整个这个半个世纪以来 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提高 功不可没 直到现在你们想想 你们要咱们要现在用的微信里头 全是繁体字业和肺眼神 我长期在在印刷领域和新闻出版领域工作 那个店无论是排字工人 还是出版商都喜欢简化字 因为有时候印不好 繁体字就腻到一块了 所以呢 简化字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工具 但是学习书法必须好好学繁体字 这是我 我在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讲一下 我的观点 谢谢 好 我 好 这 我 不